9月20号,在第五届中国长城轨道交通博览会上,由中车常客股份公司研制的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对外亮相。 据介绍,作为上用磁浮列车,车辆即将交付广东省清远市的磁浮旅游专线。 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采用流线型的车头和动物主题的外观内饰,车辆最高运行速度达120千米每小时。 据中车常客股份公司介绍,这也是目前中低速磁浮列车所拥有的最高速度等级。 在安全性方面,杨慧民说,该车悬浮控制系统采用冗余设计,即便有部分悬浮点不能正常工作,其他的悬浮点仍可保障车辆运行。 此外,如果遇到断电情况,车内备用电池也可实现自牵引和悬浮。 受成本、安全等因素影响,磁浮技术一直未能在世界范围内补及,但在近两年,中国推行的中低速磁浮轨道交通,以建设成本低、周期短、占地少等综合优势成为这一领域的骑兵。 目前国内很多有磁浮的意向,包括湖南还有河北N市。 中车常客股份公司方面表示,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的研制,对公司乃至行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,它充分证明了磁浮既有生命力,也有发展空间。